就读清华大学音乐系的杨仁敏 优异情义令人赞赏 他并非从小重金培养 是免费学的 开始学小提琴 然后是在国小乐团 但是一路上都是老师的帮忙 就是不用缴钱这样 我就是从小这个梦想 就是当老师 我也是希望能再帮助 就是下一代 老师们协助他 因为他国小时养父就中风 并独自抚养他 艰困的日子 随着父亲三度中风瘫痪 更苦 好了 休息 拜拜 爸爸就是刚生病那时候 我就是只要去看他 我回来都会 一边骑摩托车 一边骑摩托车一边大叫 我是哭吧 他太久没有回来 爸爸会担心我 他会不放心我 所以说我是希望 你能不能代替我去看爸爸 慈继志工的协助 让在新竹读书的他能安心 为了重病的父亲 他再穷也要买营养品 这时候我就要过得很拮据吗 就拮据一点没关系 反正就是为了爸爸健康好 孝顺又聪明 他是父亲最大的骄傲 就领市长艺术奖 对啊 然后那时候 爸爸有趣 爸爸也很开心 爸爸很开心 对啊 不要担心我 然后我的身边有很多人 在陪着我 然后请你不要担心 慈父走了 留在他心中 却依然是满满爱的能量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陈中坤 徐德森 许红南 台南报导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